好同学们 我们讲第120个考点 让我们考虑看电视 那么这句话的考点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看 就是考虑这个词 首先你要注意个问题 考虑是think about 这个词主是考虑的意思 而且一看到让我们 这不就是一个起始句吗 think about 考虑 接名词直接接 接动词用读影 考虑做某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动介搭配的词主 特别重要 大家一定要会 让我们考虑 我先给你们接一个名词 让大家了解一下 接名词应该怎么接 让我们考虑一下实物 Let's think about the food 这里面注意 你这是一个起始句 Let's hold my接动词原词 大家一定记住 接动词原词 然后呢 我这是接了一个名词 那万一接动词呢 好吧呢 Let's think about watching TV 让我们考虑一下 看电视这个事儿吧 这不接动词了吗 用都应呗 所以我们在学 动词词主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它是一个 什么样的搭配 动介呀 还是动腹啊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第一个考点 120个点 121个考点 我有两只鸡 我喜欢吃鸡肉 本题考点 关于这只鸡的问题 表示活鸡是可数的 就农村那个满地跑的活鸡 它是可数的 鸡肉 它就不可数了 那你们看 我有两只鸡 这不是主语吗 这不是胃语吗 两只鸡 那就是冰语呗 这不就是主胃冰结构吗 我有两只鸡 为啥加S 老师不说了吗 我养了两只鸡 当然可数了 所以我加了一个S 然后说呢 我喜欢吃鸡肉 我喜欢吃鸡肉 鸡肉就不可数了 爱是主语 like是胃语 这个eating 是非胃语 like doing something chicken 鸡肉是冰语 这不是主语 胃语 非胃语 冰语结构吗 I like eating chicken 我喜欢吃鸡肉 这玩活了吗 明白了吧 122个考点 他吃的健康 这个健康是什么词呢 吃的健康 那么吃是动词啊 我们都知道一个事 什么呀 复修动呗 所以老师告诉你们一句话 这句话告诉你之后 你能做对于无数道题 什么话呢 就是行修明 复修动 这句话对你们太重要了 老师再说一遍 什么点呢 行修明 复修动 行修明 复修动 什么意思 形容词修是名词 复词修是动词 在玩活吗 那么你看 他吃的健康 我们一推理 一定是复修 为什么呀 因为吃是动词 他是主语 吃是胃语 我为什么加S 主单三 动S 那么这个健康的吃 这不就是复修动吗 明白吧 那你要注意啊 健康这个词 你要掌握一下 这三种情况 考试可是非常重要的 给你们拓展一下啊 第一个 健康的名词 比如说 健康是重要的 第二 健康的形容词 比如说 他是健康的 然后你这个复词 需要在形容词的后面 你先经过形容词 才能到复词 你不能从名词 直接跳转到复词 那是不可能的 把YBI 加LY 这是复词 复词干啥的 就是动词呗 你这个题你看 你不就复词吗 Healthily 把YBI 加LY构成 这玩活了吗 他吃的很健康 等了吧 123个考点 他是一个好学生 他学习好 这一个好 这一个好 那么注意 这个好 是修饰学生的 这个是修饰学习的 老师刚讲完 行修明 复修动 good 写容词 第一点 放在必动词之后 第二点 放在名词之前 说写容词 你背单词 一样词都词性 你连词性都不明白 怎么学 那么写容词怎么用 一可以放在必动词之后 做表语 二可以放在名词之前 做定语 只要是写容词 不就这么用吗 while 副词 副词干嘛的 副修动呗 明白吧 你看 他是一个好学生 这不是主语吗 这不是系动词吗 你这不就是行修明了吗 那么你这个good 挺好 你是形容词 做什么成分 做定语呗 修是这个表语学生 行修明 副修动吗 主系定表 为啥加额呀 因为学生科数呗 再来 他学习好 这不是主语吗 这不是卫语吗 这不就副修动了吗 你看这两个好 一个good 一个well 怎么区分呢 必须得会呀 那么太重要了吗 对吧 你不会考点 什么也学不明白 记住了啊 纯纯的干货 往下看 124个考点 我问他 关于他的饮食习惯 来同学们 问某人 关于某事 重要考点 考点 一会 做题全对 咱们就这么讲练结合 一个考点语法 一道汉英 四千考点 四千汉英 而且汉英是所有题中最难的 单词能力 语法能力 做题能力 写作能力 同步提升 看啊 问某人 关于某事 ask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这个点 特别重要 ask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问某人 关于某事 第二 饮食习惯 第二大考点 吃东西的习惯 不就饮食习惯吗 但动词不能修饰名词 想修饰名词 加ing 我再说一遍啊 动词不能修饰名词 非得修饰名词 是吗 可以啊 加ing不就可以了吗 eating habits 饮食习惯 直接用动词修饰 那是不可以的 那是不可以的啊 一定要加ing的形式 所以本题 第一个考点 ask somebody about something 问某人 关于某事 第二个考点 eating habits 饮食习惯 动词 加ing 做定语 定谁 定习惯 必须得会啊 那我问他 关于他的饮食习惯 考点以会 做题全对 这不主语吗 这不谓语吗 这不是宾语吗 about不是一个小借词吗 那么你这个饮食习惯 做的不就是这个借词的宾语吗 明白吗 而这个hease也好 eating也好 不都是做定语 定谁 定习惯的吗 你要把每一个词 在剧中的成分 分析到老师这么透彻的程度 你才算真正学会了 语法不会 你还想做题 为什么不会翻译句子 因为他不会语法 主 为 宾 借词 借词宾 那么这个饮食习惯当中的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his 和eating 联合做 habits的对应 定谁 定习惯呗 这不就写完了吗 I asked him about his eating habits I asked him about his eating habits I老师 为什么habit加S 为什么呀 同学们 为什么habit需要加S 因为习惯可数 可数就加S呗 明白了吗 继续 125个烤点 你扫餐吃什么 本题重要烤点 三餐问题 三餐前面的借词 一定记住用法 而且 再给你补充一句 三餐前 零借词 零罐词 不零借词 三餐前 零罐词 不要加罐词 加罐词扣蒙你 你扫餐吃什么 这不是一般 疑问菌吗 开玩笑呢 这不叫特殊疑问菌吗 有疑问词的 宝贝们 特殊疑问词 在聚首 你不在聚首 你怎么能是特殊疑问菌呢 紧跟一般疑问菌 因为你这个痴是十一动词 所以便一般疑问菌 要借助于中动词 特殊疑问菌的构成 是特殊疑问菌加一般疑问菌 能理解不 十一动词 往前提度 然后紧跟竹语 然后跟胃语 然后跟三餐前面的解词 用for 早餐 你吃点啥呀 明白了吧 考点一会 做题全对 考点不会 努力白费 126个点 我每天八点钟 吃早餐 来同学们 吃早餐咋说呀 开五 加三餐吗 老师不说了吗 三餐前 零贯词吗 我加饿行不行 不好使 第二点 每天八点吃早餐 什么点 every day every day 分和谐和分谐 两种 什么区别呀 你不会好使吗 和谐 形容词 日常的 揭明词 做定语 和谐 它不是每一天的意思 它是日常的意思 形容词 做定语 修士名词 分这些呢 每一天呢 每一天呢 分这些啊 分这些是每一天 表时间的呀 明白了吧 哎 表时间的符词啊 看 我每天八点吃早餐 这不是竹语吗 这不是渭语吗 吃啥呀 吃早餐 这不是冰语吗 什么时间吃啊 八点钟 每一天 这不是时间状 是啥呀 记住了 几点几分 用at 先写 小时间 再写 大时间 由小 到大的顺序 必须要遵循 必须要遵循 你不遵循好什么 必须遵循 由小到大的顺序 明白了吗 哎 就这么好好跟我学 继续 一百二十七个点 我每天吃一顿 丰盛的早餐 我每天吃一顿 丰盛的早餐 来同学们 看好啊 卖呀 老师你刚才不说 三餐前面 零贯词吗 你咋加额了呢 讲错了吧老师 三餐前面 零贯词 没毛病啊 那我为啥加额了呢 三餐前出现修士词 必加额 你不加试试 我再说一遍啊 当三餐前面 出现修士词了 马上给老师加一个额 不加行吗 不好试 没有修士词 三餐前面 的确是零贯词 不要加贯词 但是当你三餐前面 出现了修士词 马上把额加上 不加好识吗 我每天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对的 咕噜咕噜 去排吧 去排吧 一号链接 嗯 主语是我 卫语是吃 吃什么 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你这不就是宾语吗 然后你这不是定语吗 定谁 定早餐呢 什么时候吃 每一天呢 把状语 给他放到后面 这不就玩活了吗 我每天吃一顿 丰盛的早餐 这不妥妥的吗 懂了吧 咕噜咕噜 拍一号链接 现在有免费答应命额 没有拍到的 就没有了 全套语法 初级篇 中级篇 高级篇 全毛货了 一个考点 一道汉语营 考点是我写 提示我出 课是我讲 幸运老师英语四千句 凭借考点笔记 这课 你就放心去楼 拿高分 拿满分 不是事 这不一百十七个点吗 三餐的考点 完毕了 一 三餐 前面零贯词 二 三餐 借此用放 三 三餐前面 出现形容词 一定要加一个额 你不加试试 你看扣不扣你 明白了吧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精炼 你就学就完了 一百二十八个点 我认为它是健康的 不一样 我认为它是健康的 诶 本题考点是什么 来头你们注意了 本题考点是什么 我认为它是健康的 不一样 生骨又懒 不一样 来 I think 加句子 这个小句子 可太重要了 这是一个 否定前移句式 I老师 什么叫否定前移啊 I think 之后的句子 不能变否定句 想变是吗 请你前移 把它前移到 主句部分来变 我先不用否定前移 我先正常给你写 你来注意听 我认为 I think 这不是主语吗 这不是谓语吗 这不是谓语吗 这不是一个小兵语从句吗 你这个不就是从句的主语吗 你这不是从句的系统语吗 你这不是从句的表语吗 你对这个要掌握到这么细的程度 才可以 否则 不好使 千万记住 千万记住 你要把整个结构 掌握到这么细的程度 我认为它是健康的 主语 谓语 兵语从句 这是兵语从句的主语 兵语从句的系统词 和兵语从句的表语 你不会好使吗 那老师我问一下你 如果说 我认为它是不健康的 我想把这个兵语从句 变否定句 我能做到吗 你做不到 我非得变 我扣你分 怎么变呢 英语中的否定前一句是 I think I believe I suppose 你要这三个 听好 他们所引导的兵语从句 不可以变否定句 你想变是吗 可以啊 前一道主句部分来变 他们不能变否定句 想变是吗 可以 前一道主句部分来变 我就算你合格 那你们来看 我认为它是不健康的 你这不是主语吗 你这不是谓语吗 我本来想否定的是这里 isn't healthy 这不是从句的主语吗 细动词吗 表语吗 你这不就是一个 编语从句吗 那你是啥呀 我想否这里 不让 宝贝们 不可以 往前给我挪 挪哪去啊 挪哪去啊 往前给老师挪 挪到这个主句部分来变 变成 I don't think 老师我不想挪 不好使 赶紧的给我挪过来 不挪行吗 你不挪 前一道主句部分 来变 这不就玩活了吗 那么怎么翻译呀 翻译的时候 你还得挪回去翻译 明白了吗 你翻译的时候 你还得挪回去翻译 这一块 可是特别的重要 相当重要 那么就一个吗 不不不 I believe I suppose 一样也是 否定前一句事 超级重要 大家你必须得挪 你都没有选择 一定要挪 这个经典的 否定前一句事 大家千万给老师记准了 明白了吗 你否的时候往前挪 但是你翻译的时候 还得挪回去翻译 我认为它不是健康的 这不就玩活了吗 这是我们经典的 否定前一句事 记住了 往前挪 翻译的时候挪回去翻译 明白吗 同学们 千万记住我 明白吗 130个点 你喜欢什么水果 看好 什么不是what吗 加名词 加do like 我把这个小考点告诉你了 这题还难吗 那不是so easy的问题吗 太easy的问题了 太简单了 来同学们 你喜欢什么水果 what fruit do you like 你就写一个疑问词 加一个what 然后加一个一般疑问句 不就完事了吗 特殊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 你不提杜豪是吗 扣蒙你 那么由此推理 你喜欢什么蔬菜 那不就太轻松了吗 你把蔬菜往这一放 但是蔬菜可得加个s 为什么 不就因为它渴熟吗 what vegetables do you like 你喜欢什么蔬菜 水果不渴熟 不加s了 强调种类才渴熟 这里边没说种类呀 把水果换蔬菜 别忘了加一个s 不就妥妥的了吗 宝贝们 太简单了 132个点 晚餐之后你吃冰淇淋吗 三餐之后不用 这用啥呀 三餐前零贯词 冰淇淋是既可数又不可数 你要强调种类你就可数 你不强调你就不可数 那你说 你晚餐之后吃冰淇淋吗 这不就是一般疑问句吗 往前提个度 这个住动词 写住十一动词 看见没有 Do you eat ice cream After dinner 这不就晚餐之后 做一个时间状语吗 妥妥的吗 你这是主语 你这是个小微语 你这是个小兵语 你这是个时间状语 那不就玩活了吗 你掌握好每一个句子 经典的句式结构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掌握好每一个句子 经典的句式结构 就可以了 懂了吗 同学们 非常重要 你像133 我不想变胖啊 什么好点 见到want 想到to do 想要做某事 want to do something 还有一个点 变胖吗 必动死下形容神 我不想变胖啊 那主语不就是我吗 卫语是 don't want 这不是否定句 借助于注动词吗 见到want 想到to do 你不加图度好什么 老师为什么加b呀 因为fat是一个形容词 见到want 想到to do 这是主语 这是未语 这是非未语 这是表语 这是形容词后面叫 必动死后面叫表语 是非未语的表语 不是整个句子的表语 能理解吗 那再举个例子 他不想玩足球了 这不主语吗 这不是第三层单数吗 借助于注动词 见到want 想到to do 这不是非未语吗 soccer足球 你不就做play的 比语吗 非未语的宾语 这不是玩活吗 你要精准的掌握 每一个词在剧中 所充当的成分和地位 这是你必须要会的东西 你必须要会的东西 明白了吗 懂了吧